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 我是刺狐 RPG這種遊戲類別其實很廣泛 普遍熟悉的就有回合制RPG 半回合RPG、動作RPG等等 其中有一種類型 在RPG遊戲中也佔了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戰棋類RPG 把策略類的戰棋 與扮演類RPG結合成為的SRPG 最近有那麼一款SRPG遊戲就快要上市了 今天的影片就來帶大家一起看一看 遊戲上市前 你不知道的三角戰略十件事喔 首先第一件事情 復古懷舊風格在近幾年 都被越來越多廠商使用 像素點證風格就是其中最常看到的一種風格之一 然而在大量的像素風格當中 近幾年絕對會提到的作品之一 就是奇路旅人 採用了HD2D的技術 在傳統的像素風格上做出了很多精緻的細節 讓像素風格不再只是懷舊 而是如同藝術一般的存在 讓懷舊的手法踏入了全新的篇章 而這次的三角戰略畫面呈現上 就是使用了與奇路旅人相同的技術 用HD2D來打造這款全新的懷舊風遊戲 這類的風格畫面有幾個共通特色 在畫面上可以看到一些不同於像素的細節 例如在奇路旅人當中的河流 燈光的光韻、技能的特效等等 另外在運鏡與畫面的呈現上 都有做出更好的景深設計 讓畫面的呈現更加壯麗 搭配讓使用的像素點證相當的細緻 讓遊戲玩起來不會有太過懷舊的感覺 更像是屬於現代的像素遊戲 如果是看到像素被勸退的玩家 可以考慮多看看一些預告 或是下載試玩版來體驗看看喔 第二件事情 雖然說畫面的呈現上是使用HD2D的設計 但實際上它與奇路旅人的開發商 並不是完全同一批人 想想其實也合理啦 畢竟一款是回合制RPG 一款是戰棋類RPG 在製作上確實有不小的落差 奇路旅人的製作是由史克威爾·艾尼克斯 與Acquire共同開發 而三角戰略則是由史克威爾·艾尼克斯 與ARTD INK共同開發 而HD2D的技術 則是在史克威爾·艾尼克斯手上 例如《勇者鬥惡龍3》 HT2D重製版 Life Alive重製版 都是史克威爾·艾尼克斯推出的 利用這樣的技術 套用在不同的遊戲上 整體的呈現就會有很大的不同 尤其是在重製遊戲上 讓遊戲不會失去原本的味道 卻也同樣擁有現金的技術 讓重製遊戲在玩家心中 留下更多的懷念與感動 雖然說三角戰略 不是一款重製遊戲 但作為戰棋類遊戲 這種需要俯視視角來看待戰場的遊戲 用了這樣的技術 同樣也讓遊戲的視覺呈現上更加的特別 我個人非常喜歡HD2D的畫面風格 甚至覺得要是符文工廠 用這個技術做就好了呢 第三件事情 戰棋類遊戲的主要玩法 其實就像是在下棋 傳統上就是兩邊輪流的回合 例如我手上有5個士兵 對方有5個敵人 那麼就會在我移動完這5個士兵 並且確定他們的行動 看是要攻擊或是防禦之後 才會換到對方的回合 對方也同樣會是一次 把5個敵人全部都控制完畢 例如聖火降魔路就是這樣的遊戲設計 而同樣是戰棋類遊戲 三角戰略在玩法上就不太一樣喔 它更融入了RPG的傳統要素 也就是速度機制 把場上所有的角色不分敵我 透過速度值來決定行動值 每一個角色都是獨立的個體 有可能在你控制完某一個角色之後 接下來會輪到兩個敵人 才又輪到三個我方角色等等 每一場戰役的順序 都會根據全場的角色的行動值改變 讓戰術應用上 跟傳統戰棋遊戲有很大的落差 不過遊戲中會給出接下來的移動輪替 可以根據輪替上的順序 來調整自己的戰術目標 打出一場漂亮的戰役喔 第四件事情喔 戰棋類遊戲既然是下棋 那麼棋盤的樣式就會有很大的差別 在這種戰鬥類遊戲上 當然會有各種不同的地圖 可能有些會有單一通行的道路等等 讓玩家可以打出伏擊戰、包圍戰等等的戰術 三角戰略除了有平面的地圖設計之外 還有加入高低的地圖設計 高低差除了視線與移動影響之外 還會影響到戰鬥狀態 視線上例如遠距離攻擊的角色 有可能會因為高低差而導致攻擊不到 移動上會影響最遠可以移動的距離 另外如果是弓箭手從上往下攻擊 還會有額外的攻擊加成 高低差與地形的設計 都讓這款遊戲在戰術的思考上 可以有更多的應用 每個人都可以玩出專屬於自己的戰役 第五件事情 戰棋類遊戲的戰鬥 主要是讓自己的角色 移動到可以攻擊對方的範圍 並且在移動過後的行動狀態 朝對方發動攻擊 不過如果你也在對方的攻擊範圍之內 敵人也會對你發動反擊 如果只是不思考的往前衝 很容易讓自己的角色領便當 三角戰略在戰鬥系統上 除了保持戰棋類的回合玩法之外 還有背後攻擊的強化 連面對的方向都需要考慮 而在招式的使用上 技能並不是只會對敵人造成傷害 也會對地圖有所影響 例如地面會結冰 水可以導電等等 這些改變地形之後 利用地形變化發動的攻擊 在遊戲中也是可以做到的 在使用了各種技巧 對敵人發動攻擊之後 就可以獲得戰攻點數 戰攻點數可以用來交換遊戲中的道具 以及絕技 絕技也是三角戰略中的一大特色戰鬥系統 絕技在使用的時候會消耗絕技點數 並且同一種絕技在戰鬥中 是不能使用兩次以上的 但是它強大的地方就在於 發動絕技的時候是不會消耗回合數的 也就是說你的角色可以在使用絕技之後 正常的移動並且發動攻擊 不論是用絕技來補血 或是要用來強化能力 這多出來的一個操作 都可以讓戰局產生非常大的變化 也讓遊戲中的戰役 有了更多可以思考的空間 第六件事情 戰棋類遊戲除了戰役之外 事前的準備與培育非常重要 三角戰略中的角色也都有強化系統 首先是職業的部分 透過剛剛提到的戰攻點數 可以用來兌換道具並且升級職業 讓職業的能力更加強大 另外在每個職業階段的時候 都可以進行武器鍛造 在鍛造武器的時候 就可以獲得相對應的能力強化 目前的內容顯示職業一共有三個階段 並且職業採用的是角色綁定制度 並沒有辦法自由搭配角色的職業 相較於其他的戰棋類遊戲來說 特色上完全不同 另外當然還會有基礎的裝備替換 讓每個角色都還是有個人化的調整空間 遊戲上市之後 會不會有更多的強化系統 就要等到到時候才會知道了 第七件事情 相較於這款遊戲的系統 三角戰略在劇情的背景設定上 就真的非常複雜了 如同他的遊戲名稱一樣 遊戲中一共有三個不同的國家 在諾澤利亞大陸上 分別有掌控大量岩資源的 聖海桑德大教國 掌握大量鐵資源的 埃斯佛斯特宮國 夾在中間森林的貿易大國 格陵堡王國 這片大陸上 曾經就有為了岩與鐵發生的岩鐵大戰 而目前暫時保持和平 在當時的戰爭結束之後 為了讓彼此不要因為資源產生爭議 中立組織 諾澤利亞商會就此成立了 宗旨就是要讓資源可以平等交易 然而和平的維持永遠是如此的困難 擁有岩資源的聖海桑德大教國 依然用高額的岩稅來壓榨 埃斯佛斯特宮國 而夾在中間的格陵堡王國 並不希望這樣的壓榨導致戰爭發生 於是為了緩解失衡導致的局面 提出了建議要三國一起開發鐵礦 不過各大國家當中 也並不都是團結一心的 其中格陵堡王國當中就還有三大家族 而我們的主角 就是其中一個家族當中的一份子 在將軍父親的熏陶下成長 並且捲入了各種事件當中 遊戲整體的背景世界觀算是複雜的 但是在遊戲中可以隨著主角的腳步 一起來看看這個複雜的世界 最終會有怎麼樣的發展喔 第八件事情 除了國家背景複雜之外 遊戲中的人物關係也可以說是相當的多樣 例如主角的未婚妻 是埃斯佛斯特宮國的公主 為了兩國的關係才促成了政治聯姻 這位公主與宮國目前的總帥 是同父異母的兄妹 身在皇家就免不了紛爭 因為出生與皇室競爭的緣故 她在自己的國家中相當的被冷落 最後也被作為政治聯姻的棋子 另外主角所在的格陵堡王國當中 國王一共有三個孩子 分別是兩位王子與一位公主 主角與第二王子是自有 但第一王子與第二王子在想法上就有所不同 三大家族與兩位王子之間 一樣有著賢王的格陵堡王國 看似和平的底下其實也暗潮湧動喔 而唯一有炎之源的聖海桑德大教國 本身擁有著最先進的魔法實力 在七聖人的帶領之下 國家內部又有怎麼樣的問題存在呢 就很值得我們到時候好好的看下去了 第九件事情 戰旗類遊戲的設計 讓遊戲可以達到多方戰爭的玩法 並且也給了遊戲更多結局的可能性喔 三角戰略當中 除了有三個國家之間的關係之外 另外還有主角自身的決定 遊戲中的每一個決定 都會影響到主角的信念天秤 分別是利益、道德、自由 在玩家做出各種選擇的時候 都會對這個天秤造成影響 並且還會影響到主角說話的內容喔 另外如果是想要讓事情 往自己想要的方向前進 也不是單純的選擇就好 還要去了解隊友心中的想法 並且想辦法讓他們支持自己的想法才可以 讓遊戲的劇情呈現上相當的豐富 最後一件事情 信念天秤除了會影響到玩家的劇情走向之外 還會影響到加入玩家的隊伍夥伴 根據玩家不同的選擇、不同的結果 就會有不同的人加入 所以實際上並不是玩家直接編組自己的隊伍構成 而是根據結果來構成隊伍 如果真的有很想要某一個角色加入的狀況 就可能要先去了解一下 他心中的天秤偏向哪一邊 才有可能順利的跟他一起冒險喔 以上就是三角戰略上市之前的一點小整理 我很期待這款遊戲的推出 目前遊戲有推出4玩版 大家有興趣的都可以先去體驗一下 千萬不要看到像素畫面就被勸退了啦 或許玩過之後會超出你的期待也說不定喔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刺乎 祝各位遊戲愉快